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23 众所周知最近的辽宁队的可以说在近期是遭遇了多失智球的一些事情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了辽宁队这边有一些球员受伤另外一方面的有些球员失智外出的也让整个球队的口碑 陷入低谷 总的来说对整个球队而言的新赛季真的是各种出师不利遭遇着非常重的危机 所以接下来想和大家的具体分享一下三个重磅的消息对整个球队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查案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让更多关注辽宁队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首先第1个消息分享一下郭爱伦受罚事件反转的情况 大家知道在最近郭爱伦的失智外出被罚款的事情的影响是相当大性质也是相当恶劣 这次郭爱伦被停赛6场罚款10万那么可以说对他本人影响就是相当深远的 因此在这个事情爆发出去之后啊 很多球迷呢也是非常的想知道原因为什么郭爱伦会如此不成熟 在大家都遵守规定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却私自破坏规定外出并且破坏了整个球队的一些 口碑和名声啊 而就在最近的在大家非常都知道期待知道一个答案的情况之下了 我们看到著名媒体人姚全也在社交平台当中呢 发出了一番报道和解释 他提到这一次其实郭爱伦他们之所以外出呢主要是因为啊自己那些伤病原因需要去医院进行治疗 但是因为当时CBA这边的没有能够及时批复 最终他们呢就做了一个这么一个决定 所以才会违反了一个规定 所以呢按照他这番解释 如果是真的话整个事情呢也发生了一个反转 尽管说郭爱伦这一次做的确实不对破坏了规矩但是原因呢也是情有可原的 所以对各位球迷而言的话这一次呢如果说真的是了解了这个原因之后啊恐怕也不会太去责怪郭爱伦 毕竟呢球员的伤病原因呢确实是比较厉害的也会影响到整个赛系的表现 郭爱伦他们呢出去看病呢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的 第1个消息分享一下韩德军受伤的情况 大家知道在最近面对广州对这场比赛 辽宁队虽然说拿到胜利但最终呢却接连损失两元大将 首先是刘燕宇呢在这第1节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在进攻上篮的过程当中后脑着地一度呢发生昏迷 目前的被送到医院已经是确诊脑震荡后续是否能够出战比赛呢 还需要经过进一步的一个确诊和治疗 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刘燕宇受伤离场之后在第2节比赛的一个后续呢 韩德军这个队长以及内线的核心也同样一位伤病呢 临时退场在后续一拳一拐的下场接受治疗 可以说整个辽宁队在一场比赛当中出现两元大仗受伤的一个情况呢也确实是非常糟糕的结果 但愿希望啊这两个球员的整体的状态 不会太严重 后续整个球队还等待着他们回来建功立业打出更好的表现 第3个消息分享一下杨明自现检讨的事情 我们刚刚开头已经说了整个辽宁队真的是多事之秋发生了很多争议的事件 作为主帅其实杨明呢他是最头痛也是最难过的 那么首先在最近的这一次战胜广州队的发布会当中呢那么杨明就 辽宁队这一次郭爱伦的事件呢进行道歉 他表示因为自己作为主帅的管理不利导致一些球员的破坏的规矩 他表示非常道歉 上所有的球迷了 说一声对不起 并且接下来他也表示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能够继续带着球队打出更好的表现 不辜负大家的期待 他也希望了自己的一些受伤球员能够赶紧好起来 总的来说这次对于杨明而言的本赛季应该是他过得非常艰难的一个赛季 尽管说啊球队实力也不弱但是呢伤员不断情况不断 确实会让他非常的烦恼 我们也希望其他的一些球员能够稍微 守规矩一些听话一些让这些主帅呢能够把精力集中在场上没有必要在场下费太多的精神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脑球拜拜